今年下半年,随着AMD移动端处理器的全线铺开,直接打破了英特尔在笔记本市场的垄断局面 凭借采用7nami Zen2架构的锐龙4000系列,更是打得英特尔毫无还手之力 以锐龙74800H为例,凭借其8核心16线程的规格 在单核和多核方面的性能表现上,轻轻松松就将曾经的大哥爱奇9750H打得鼻青脸肿 更何妄价格还比你便宜许多 看得出来AMD现在是王炸开局,英特尔再不有所作为 到时候就连桌面端的地位也有可能不保了 或许英特尔高层已经注意到,在移动端市场自家的CPU已经有点力不从心了 所以最近也是动作频繁,没事就将自家11代CPU的消息拿出来探探口风 比如最近泄露的英特尔全新一代CPUi7-1185G7处理器,现已出现在跑分数据库当中 这款处理器从秘密上来看,比之前的i7-1165G7要高一个档次 根据Passmark跑分库的数据显示,这款i7-1185G7是由10nm工艺制成 四核八线程,主频为3GHz,锐频可达4.8GHz GDP功耗为15W,可配备到28W 而相较于之前四核八线程,主频2.8GHz,锐频4.7GHz的i7-1165G7而言 i7-1185G7的单核跑分为1486分,多核跑分为5827分 作为对比,周密端65W的i9-10900,单核跑分在1300-1400左右 可以看出i7-1185G7应该是i7-1165G7的体质特敲版 对于一款低压处理器来说,3GHz的主频算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提升 除此之外,i7-1185G7的核显跑分更是高的离谱 在Geekbench 5的OpenCode测试中,i7-1185G7跑分高达22,059分 在与Geekbench的官方数据库进行对比之后发现 i7-1185G7核显跑分已经超过了GTX1050Ti,你敢相信吗? 没错,你手里的1050Ti又一次变成了计量单位 这也意味着,对于一些年老的3A大错来说,使用核显就能够唱完 当然该跑分只是测镜环境的理论分支 实际应用中独显的性能可能会更强一些 由此可见,英特尔仍想坚持使用4核心8线程的设计 通过略微提高11代的CPU主频,并加强其核显性能 就想与AMD7nm 8核心的CPU进行竞争 不得不说,英特尔挤牙膏的心思并未完全放弃 不知道大家对于英特尔这样挤牙膏的做法有何看法呢?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或者打在弹幕上哦 至于11代酷日处理器核实发布 目前英特尔官方已经对此进行了确认 将于北京时间9月3日凌晨 也就是30系显卡发布的第二天 举办代号为Tiger Lake的发布活动为大家正式介绍 总的来说,近两三年AMD可谓是来势汹汹 不断利用性价比优势来挑战英特尔的霸主地位 不知道英特尔是否能招架得住呢? 毕竟有竞争才能有改变才能有进步嘛 也期待英特尔7纳米的芯片能够早点到来 看看有没有这个机会 从AMD口中把YES夺过来